第四場比賽 藍方是來自韓國的李宗駒 紅方是中國選手 特劉努爾巴西爾 擔任本場比賽的 裁判員是楊子萱 中方第一回合的比賽 馬上就要開始 在已經結束的 三場比賽當中 韓國選手 中國選手 和哈薩科展選手分別獲勝 本次比賽 好 雙方第一回合的比賽 馬上開始 好 比賽開始 從這個情況簡介看 雙方的運輪年齡是有一定的差距 中方小劍屬於比較年輕 是個18歲的年輕新秀 好 我看帶著先生駝 立刻把對方的雙抱腿撂倒 看怎麼能夠擴大戰果 往那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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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右腿跨上去 把右腿跨上去 對 對 對 我掌好這個控制 對 張好控制 對 先抵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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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不走… 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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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归通归定的 你不能夠扶在這種網圈 對 不能接住任何外力 可以用小燈 手是不能接住的 不能去抠 这样的利用他这个绝对吃力啊 看他能不能硬起 对方呢现在也非常众妙 现在做些压制 高起 漂亮 现在要迅速的找一些新的支点 用击打来为关节控制冲了条件 跟这综合格斗的比赛和单纯的摔跤是有明显的区别 因为它最终是关节制服或者是有效的KO 可以用拳也可以关节制服 用拳 用膝 用腿都可以 也可以用肘 肘呢再不许垂直的像这个直立的像对方杂击 这是不准许的 尤其是像后脑和脊柱部分是严禁进行击打的 也是为了有效的保护率 这个比赛呢我们看起来是拼得非常精烈 但是呢相对也比较安全 后来看能不能钻一摩脚 这是 角度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也是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还要注意呢自己的动作的有效性 如果一招不成 马上就要向有力的方向进行转换 注意 对方呢现在瞄着他的手臂 就是中国先生的手臂 要防止对方呢 做这种母村锁 哎呀完了 对方的一个跨栏母村锁 他也表示着非常的无奈 还是为自己的年轻还要付出代价 经验还是经验 这样韩方 南方的 方的身手李东俊 就应该是绝对丢失获胜是吧 对他的这个综合实力啊 这是得到充分的展示 对 而且在对手啊 年轻小将啊 这个那种的 先生夺人下马威的 冲击之下 他能够转威为安 而且呢能够转败为胜 转败为胜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阶级的选择 在韩国被誉为是军人之主 确实也是明智实规 对 现在宣布比赛辛苦 两分55秒 蓝方 来自韩国的李东俊 强服 洪方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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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同颁奖的是韩国第一美女 九九天后 车欲兰女士 本次的奖牌 是价值10万元的 昆仑玉制作而成 好 这边有请 欢迎嘉宾与我们的选手 和有理念 欢迎嘉宾与我们的选手